我有点害怕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布志明洋同学 今天是大年三十 没想到我会更视频吧 因为今天是除夕 所以这个视频呢 我想拍的轻松一点 双红化一点 那你们现在看到我这个素颜的样子 可能已经猜到今天视频的主题是什么了 也就是我这个唯美妆博主 可能又要上场了 但是今天呢 不是我给我自己化妆 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 曾经也出现在这个视频里过的 我的男朋友 他也是前两天给我拍那个雪景照片的 然后你们说 这个摄影师拍的还不错 所以呢 我今天也想来考验一下 他除了摄影技能以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技能没有开发 然后看一看他这个手怎么样 能不能在我脸上也画出一番 跟他摄影技术差不多符合的妆容 对那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呢 还想祝大家明天大吉 游戏冲天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回到国内度过这个春节 所以呢 在这里也希望所有能够在国内过春节的 以及在海外或者说在德国 不能够回国过春节的小伙伴们 都能够愉快的度过这一天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过节的话呢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你带来一点温暖 一点欢乐 OK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化妆吧 那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今天给他准备的化妆品吧 其实桌子上这天 我估计他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因为我平时也没给大家讲过 他应该只是平时在旁边看我化妆 知道以前 但是大体上来说 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直男的 不了解这些化妆品的人 是吧 对 但是你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问我 然后我看心情 我想给你回答 我就回答一下 然后不想回答的话 你就自己决定用什么 行吧 行 我今天就是也没有给他准备什么主题 图片之类的 他也不知道化成什么样 但是呢明天就是新年了牛年了 所以今天让他给我化一个新年妆吧 就这个主题 行吧 好 你有没有一个佛神 你有没有一个想法 对新年妆 我不知道 估计应该要红一点吧 你就按照你心中想了 这个化妆过来的一个化妆 行吧 我现在脸上那个状态应该还好 但是我长了一个痘 然后你看着吧 如果你要遮你就遮 不遮你就不遮好吧 行 你高兴 行 行 然后我今天准备不看 就最后他全装化完了以后 我再看一下 看下他这个水平怎么样 你头发脚整一分钟 不是 差不多 你平时我化长发 我看你我化多久 行 我反正第一步先 我感觉肯定是打个底嘛 这样这个吧 也是蓝带的粉底液 选对了 这个粉底液还是知道的 先挤一点 挤完之后涂到脸上 你去直接上手是吧 嗯 就这种样子 还知道风散开点 还是知道点东西 先这样吧 然后拿刷子刷一下子 是不是所有刷子都可以用啊 你感觉哪个比较适合上粉底 大的是吧 这个 这个 哦 这好像涂粉 这个 这个 不是 再小一点 这个 你看吧 你自己看吧 行吗 妈妈 救命啊 他拿了一个我平时刷面膜的刷 蛮好用的 好用什么 你把嘴闭起来 对 我妈看哪边没涂 再添一下 你刷墙嘛 啊 不都这样说的嘛 对 这个刷子忙我的羊死了 别笑别笑 关键是要把涂匀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 这点是最难的 这点是最简单的 我觉得主要 我用手都能给它涂匀了 我觉得这一步只要做好了 化妆已经完成一半了 已经闭起了 我眼睛都闭了很多回了 我是一个笨沙小 笨沙的铃铛 画画的你 蛮均匀的弄的 行吗 我要放哪些 放哪些 要放哪些 还知道眼线扫一扫吗 75 years later 嗯 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 是不是要把这个定一下 什么东西喷一下子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 哦 先遮一下再喷 我想想 哦 选好了 第二步 嗯 我就选这个 行 那他第二步选了这个 枸杰铃的遮瑕盘 你准备涂哪 准备涂豆子的地方 还有一些颜色有点不一样的 质这种要遮一下吧 质还要遮 这不是把遮完之后最后点一下 点一下子吗 点到好快要想点的位置 使用小袜子 先把这个豆子遮一下子 我前两天长豆子 然后我连抠两天 结果都没抠好 这个豆子 哦对了 再想想 我昨天自己做了个指甲 能不能看到 新年为假 登 我先用深色绿色 折一下豆子 再用蛋色盖一下子 往上面也折一下 都硬了 直接点拿这个刷子扫吧 开一下 可以的吧 栗子还长得更不错 哦 吸出了 这个比较难的 有没有你觉得可能我会遮的 但是你忘记这地方 废头啊 我遮什么黑头啊 没有准备要遮的吗 其他的应该没有 那就算了 你还说我平时画张办呢 爱你这个速度 我画一个时候三个小时 啊我觉得这个弄完就差不多了 我给你准备好多东西呢 那个多余的 有的 画都没画一样 我觉得这种刷子 这个大刷子才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我只能知道这个程度了 好 那你第三步准备干嘛 我打个阴影吧 阴影是哪个东西啊 最底下这个 他选了这个第三步 一个血绒盘 NYX血绒盘 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我不知道它会怎么用 我刷子已经写好了 选了一把斜角刷 蛮聪明的 是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还是打脸上 侧脸不能选太大 不然脸上 勾壳应该扫 弄不了 我先打下巴吧 你还知道敲两下 敲两下 他这个全是粉啊 你不跟我说 我跟你什么时候说过 你不跟我说 不要粉擦的越多 它这个越明显 有点懂 还知道帮我把脸秀小一点 看全是肉 有肉吗 先点到上面我感觉 东西不是画得越深越好吗 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今天你决定 画成锥子里的话 就把这块鼓的 打得阴影越多越好 所以根本看不见 你平时在我旁边偷偷看吗 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把底子 我先做蛋糕一样 底子做好之后 往上点缀一下 涂点口 他知道底下抬一下 不是不是 底下白 看起来不像 有点懂 你要打那么多吗 我赶紧打一斤上一个 啊 不是 这个东西 不如在镜头面前 越说越好看 你看 刚才抢光一下 我觉得脸很小 比较再难一点 我觉得还是换毛刷子比较好 你换了 他拿了一包 我平时换高光的刷子 我本来是把亮色的刷子 给我全涂黑了 而且这笔觉得会很重 别动 看 别动 别动 我已经知道什么样了 你画了什么 不不不 可能有点问题 可能有点问题 粉底液穿上这个 稍微能挽救一下 我刚才选的颜色太深了 我发现没发现 真的粉底液真的是挽的 那我挽着 你沾的太多了 你少沾一点 我觉得鼻子这不能打太多的音 主要是上高光 第四步 这个是吧 选了一个Catris的 前两年还挺火的 那个高光 他拿了一条火苗刷 还是有点感觉 不敢小地方不用挡 眼睛上面涮上 眼睛睁开 闭闭闭闭 到底睁还是闭啊 闭闭闭闭 再给我眼睛上高光 好痒啊 有点黑眼圈的感觉 他也为什么刚才遮瑕的时候不遮 哦 万人刷子刷一样子 他选口苗刷 火苗刷全的还是对的 但是他选了个高光色 他刚才先选这个说 这个给我打阴影 然后又选这个 这个给我打阴影 怎么这两个比较深 我看不见 这个好像更亮了 好像 我选个深一点 这个 上面四个都是高光色 啊 啊 那我选下面 怎么可能打得起来吗 先点亮一样 轻轻扫一下 别回家 别回家 有点像心理 动动动动动 我这刷子重合一下 你什么眼神衣服很满意的样子 不是 我觉得这个粉底也真的是万能 你画错了 他就是万能的 鼻头的高光打多了 这样还能写的鼻头很大 鼻头在当里 你就一直拿这个粉底刷 在这刷 而且这也不是个粉底刷 我是一个 笨沙小 笨沙笨沙 别吸进去 等住呼吸 这部基本上往上了 行 下一步呢 现在像没完画 新年的画 黑色好一点 这都是梳子是吧 嗯 先梳一下子 别动啊 头部不用画太多 头部不用画太多 不敢开了已经 右边有稍微有点多 粉底液刷子 来修一下吧 我跟你说化妆就跟你发一样的 也不然太心急 我没心急 一定弄错了 我化妆的时候 你下次不要催我 我也跟你说 化妆就跟剪头发一样的 不要太心急 不要错了你看 就打到我鼻液凉了 小花生还练筋 嗯 你就这玩 我就知道肯定不能看 不是 还可以 还可以 嗯 然后把后面再延展一下 我觉得梅花要稍微长一点 这边有看清晶清晶 把它遮一下子 清晶遮了干嘛 清晶不然弄出来 我太瘦了 有清晶要多吃点 是吧 嗯 嗯啊 我们就会跟粗美貌 好 然后 你把它画好了 它就称之为粗美貌 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子 你们已经先被我看到了 接下来只需要把眼睛和嘴画好就行了 选这种比较亮一点 选了这个 Away With Glow 这个L-R-X 有一格子已经被我打碎了的这一盘 但是确实比较亮 就每个都很闪 先画个眼线嘛 行 再画这个吧 是不是黑色的 诶 那你还正好拿的是黑色 下面还选了一个黑色的眼线笔 牙扣的 睁眼睛 睁着 嗯 好 哦 我不看 别动 别动 我不动 我不动 太狂化了瞎眼线 我在思考 其他的眼线怎么画 好像这个笔不是很好用啊 眼睛不要动啊 反正给人家画个浓妆啊 好眼 能干吗 你等会我把白色的地方填充一下 从那画眼前这一步开始 我就知道走向不太最近了 就只能针着 因为一开始这边涂太黑了 所以只能涂浓妆的方向发展了 你知道吗 你本来不是跟我说 涂个底妆就结束了 多么疼的美物 我觉得可以了 来看一下 你干嘛笑 我不知道什么呀 你们先看 当然已经是比较浓的妆了 你就可以大胆发挥了 但是也不能太显老 所以还是要稍微粉嫩一点 粉色已经太俗了 就有点肉色和紫色吧 从那画眼先开始 对这个后面的精神已经 睁开我看一下 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这个刷子卖你多少钱都不亏了 现在画到这儿 你自己先打个分 0分到10分 10分最好 0分最低 6分吧 不谦虚嘛 蛮高的嘛 你们觉得可以打几分到现在 可以在屏幕上写一下 0分到10分 我心里预估一下一个4分吧 你这个笑容很微妙吗 不是 因为有点像 京剧这个面具吗 我已经不怕希望了 对这个妆 你这个妆就是过年的时候 你把我带你家吃饭的时候 会画的妆 所以还要见朋友什么东西 不能画的什么五颜六色的 我觉得两个颜色差不多 然后你觉得这个是我过年 可以见朋友的妆是吗 有点说画个龙妆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那行 可能画的稍微有点大 眼睛画的太大了 嗯 然后我就把周围的 这个还知道呢 这个扫一下 好 电影OK了 嗯 然后呢 弄睫毛 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可以弄掉了 还可以 还可以 看这个东西涂 其黑和不涂 它的区别就是让它更黑一点 这个涂口红 这肯定要大红的 他挑了一只这个 GIF FANSI的309的 这个小羊皮的一只 是不是红色的 是正红的 你以前送我的 噢噢噢噢 掉了 这种颜色 好像有点眉红的 我记得 噢噢噢 记多了 说回去一点 好了好了 画的有点像那种 日本女人的感觉 日本什么 异计啊 不是 就是那种 感觉有点那种感觉 可以 原来颗鱼口红很难涂了 那吞下就行了 脸上弄点晒红点啊 这样 都这么亮 那就选稍微亮一点 他选了这个 带点闪的 Tenadop这个 Power Blush 腮红 让人会看起来可爱一点 是可爱一点了吗 好像确实 装装一浇了之后 原来这个眼妆 好像有点滑上 眼色选的蛮好的 越来越像日本的这种 化妆风格 你画的日系是吧 看一眼 哇 你们觉得他画日系吗 他说他画的 越来越像日本的日系的感觉 好像 跟原来长相都不太一样 好像 跟原来长相不太一样 没有画过这么粗的眼线 他加点什么 蝴蝶吧 这么夸张啊 嗯 确定啊 嗯 整体风格已经这种风格了 那他给我选个这个 他要在我脸上贴这个东西 我觉得蛮好的 真的 嗯 拿钱拿钱 我好害怕 那你拿吧 我看一下啊 上去了 看一下 看一下 怎么样 比较心理预期 整体就是比较浮化那种妆 但是也没有那么浮化 有点滑一点 然后最后再点点盒痣 你还会点痣呢 明条 我感觉已经有点感觉了 好像不能再多了 有没有什么 可以增加一点闪度的东西啊 他选了一个这个 斯蒂拉的液体眼影 就是闪闪的那种 他给我涂了一个亮闪闪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你们可以跟我说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不想再加了 那就亮吧 结束了是吧 你要订妆吗 订个妆吗 他选了一个 MYX的订妆团物 然后要给我订个妆 你慢一点 有点距离 给大家展示一下 最后我的化妆室 有画的结果 反正能看吗 这个 就是眼线 睫毛 眼睛 眼线 内眸 口红 怎么样 我原来打了几分 你原来打6分吧 6分 你现在给你的妆 最后打个分吗 就是7分吧 7分啊 还比刚才好一点 是吧 嗯 好 他给他妆容打7分 我觉得加的蝴蝶蛮好的 质点的也还可以 行 那你们觉得这个妆 可以打几分呢 我现在还没看到 你们先把你们的感受 打在屏幕上 告诉我一下 0分到10分 打几分呢 整体就是这样了 把你们的分数写在屏幕上 然后决定一下 今天晚上这个化妆室能吃肉 你要不拿个那个镜子给我看看 我想看看什么样 你预估多少分 我没有预估 我预估5分 4分5分吧 反正嘛 这个正常是有点夸张 但是新年装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是吗 你给我 4分5分 你别害怕啊 是不定我给你增加分数呢 我有点紧张 我让我说有点紧张 你看看看 我有点害怕 还可以吧 什么东西啊 还可以吧 这 基本上还是蛮对的 抗戏的 不是 还是蛮俊的感觉 它肯定稍微有点夸张 因为一开始的眼线 定调有点粗了 你知道吗 一开始的眼线定调有点粗了 所以 它只能化来 你这口红好荧光 我都忘记 这口红是这个颜色 所以它整体都只能铺开了 你知道吧 眼睛 我原来就准备化脸 化脸 而且口红都涂到这个边上来了 我以为 因为嘴角没有 我刚才叫 不是的 这个颜线 都画这么粗的呀 谁画这么粗啊 欧美妆不都画这么粗的吗 欧美妆人家是往上画的 人家这样画的 我不知道 我怕画太上了 说不回来了 而且你这个眉头画的这么重 你看看这个眉头 他跟我说不要画的太重 你也太夸张了 我还给你打4分呢 而且你这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这个眼下物彩的地方都已经画到脸上了 为什么要把它画成橘黄色 我一上下画不一样的颜色 闪闪的很好看 乍一看 好像还行 我再给他重新改一架分数 我现在打2分 不是 我跟你说嘛 第一次画 没有那种完全画 我给你画成水光机的 你看特别亮 你拿的是这个 亚珊带的这个 这个真的很水光机 你看我这个妆容就不弹 但是皮肤确实闪闪发光 而且你看鼻头的高光 打得特别厉害 你看到没有 特别挺 高光打得还可以 你看到吗 我觉得整个妆容来说 这个阴影修容给你打7分 行吗 可能我要求过高了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那这个就是最终画完的妆了 虽然我觉得确实还有点改进的空间 但是作为第一次画 确实涂得还不错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底妆遮瑕什么还是不错的 这个还是要给你组组长 算了算了偏好的类类 这个眼线着实有点惊到我了 但除了这个眼线以外 其他的部分还可以 就是新年化成这样子 你会让我出去见朋友 或者是去人家吃饭 是吧 不是的 就是主要是眼线 当然也不会这么腐化的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希望这个视频你们有看的开心 希望你们都除夕夜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就是新年了 然后也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在自己想要进步的方面取得进步 然后每天开心 要记得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值得得到开心的每一天 OK那行了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给大家说个拜拜吧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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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敢拿这个 我都不敢拿这个